众所周知呢,其实辣椒这个东西呢,其实是相当难重的啦 为什么?因为辣椒主要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多啦 那主要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病毒啦 因为人们认为是所谓的毒素病啦,就是Mozak Virus啦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了化验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就已经证明了它这个东西就是Bekomovirus 然后它中病了之后呢,你看它的果就很少了,就没有果了 这也是农民最担心的问题啦 农民都会很多会有一个揣测啦,就认为它是可能是牙虫传播啊 或者是鸡马传播的,或者是白粉蝶传播 那通过我们多年的这个研究呢,我们已经证明了 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古兰辣椒的病毒呢 百分之百都是由这个白粉蝶传播 也就是这个Bekomovirus啦,就华语叫做双子病毒 你可以看到这个菜头齁,其实可以看到叶子都很漂亮 因为这个菜头呢,其实是我们的康布的品种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Bekomovirus的品种呢 其实它整体上呢,同一个时间在种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叶子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呢,就会让农民呢 就需要用非常多的农药去保护它 那就造成消费者呢,他就会吃到比较多农药的这个不健康的蔬菜了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成像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品种 比较抗病,那就会用的比较少的农药,就是吃得比较健康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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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